鲁迅先生为什么说他是个天才作家 就是24岁就触及到了一个终极问题 生死的问题 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厉头之辈 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影响 萧红原名张乃盈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前 出生在一个东北乡绅家庭 19岁迎抗婚与家庭决裂 从此颠沛流离 与萧军相识后 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24岁写出小说《生死场》 《镇经文坛》 抗日战争爆发后 辗转逃难语 香港沦陷后 肺病被医生误诊 隔开器官 1942年1月22日 逝世于香港 享年31岁 她和张爱玲 他们两个是当时最负声名的两位女作家 张爱玲有时候会批判一下 萧红文风非常朴着 她就很像儿童 都不太会批判 萧红真实 黄瓜愿意看一个黄花 就看一个黄花 愿意结一个黄瓜 就结一个黄瓜 若是都不愿意 就一个花也不开 一个瓜也不结 也没有人问她 86年的时候应该是萧红热吧 那时候我知道萧红 然后我第一本书应该是《忽兰河传》 那就是一个史诗 1996年我在深圳工作 我就停下来看生思场 就看了以后我就心跳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一天 把它搬上画剧舞台 这是极其好看的一个戏 1999年我在原中央实验画剧院改编的生思场 活着 为什么 群发 穿衣 肖红的这个笔触是比较勇猛的 一生一死一生一死 就紧扣主题 我很少能看到生死连得这么近 后来演出起来 大家都说这是满台游走的是肖红的惊魂 明天咱们去送死 为了什么 活着 他的贵人是鲁迅先生 帮助肖红发表生死场 坊间传言说他跟鲁迅关系很好 鲁迅不可能跟肖红好 因为他有家庭 我觉得鲁迅是因为稀采呀 肖红短暂的一生 两次未婚先孕 先后与五个男人有过纠缠 他反抗父亲给他指定的未婚夫 却又与对方同居并怀孕 这个男人无故消失后 他与肖军一见钟情 从此在一起 孩子生下之后 因为无力抚养就送了人 肖红第二次怀孕 怀的是肖军的孩子 他却又与肖军分了手 和端木洪梁在一起 从他家里就很看不上他 因为他真的是不着调 只要他喜欢他 就很容易就睡了 反正生活状态很赤善 我个人觉得肖红也不是很会照顾人的 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交道 肖红显然不是个媳妇吧 她还是一个属于文学的这样一个人 她写了一百万字 老天爷很公平 就把她的这一面给武装得非常地棒 所以在生活上面 就是会过得这样乱七八糟的嘛 现在到阿诚 你还能看到肖红的故居 我是在有一次下小雪的一个天气里面 去阿诚肖红的故居去看她 然后我就跟肖红聊天 说为什么会这么心疼你啊 31岁 没遇到过真正疼爱你的人 家里面跟她断绝关系 肖红是大男子主义 不会照顾她 端木红良也是一个比较自我和自私的人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 从前在东北 到了上海后去日本 从日本回来 现在到重庆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她非常地独立 她不是一个很忧怨的女的 她能够让自己瞬间就快乐起来 她在临死之前矛盾去看她的时候 她还说我们要办杂志啊 我们怎么样 很宽广内心 灵魂很成名 就像赵普如先生形容李淑彤似的 无限其真 共誓也 一轮圆月要天心